第一個戰爭篇 人類歷史上的戰爭非常多 戰爭成敗得失影響都非常大 影響到一個國家的生存 甚至社會經濟方面的變革 第一個最有名的是波西戰爭 波斯跟希臘人的戰爭 這個背景當然是波斯帝國要擴充到愛琴海 地中海東岸來 然後要求希臘的殖民地城邦 這個要稱臣納貢 那不願意 那他們向希臘母幫求援 引發這一場波西戰爭 那這場戰爭 這個影響你要記 影響跟意義你要記 這場戰爭最後是希臘城邦取得勝利 保住了希臘的文明跟民主城邦體制 那如果這一場戰爭 希臘城邦是戰敗 就以後就沒有西方文明了 就是波斯的東方文明 那第二個呢就是 這個希臘人在這場戰爭 取得勝利對自己的什麼 對自己的這個文化 這個非常有信心 產生高度的燦爛的 叫做古典文明時期 所以這個波西戰爭結束以後 希臘的這個文化藝術 哲學各方面都達到點風 是所謂的黃金時代 那對波斯來講 波斯請全國之力來打這場戰爭 打得這個兵敗如山島 波斯就進入中衰 然後波羅奔伊撒這個各位同學也知道 這是希臘城邦的內戰 雅典跟斯巴達城邦的聯盟的戰爭 最後是斯巴達取得勝利 那這個30年的內戰 這個讓這個北方的馬其頓崛起 崛起這個征服了希臘城邦 那以後就進入到希臘化世界 那個布逆克戰爭 布逆克戰爭 也稱為叫加太基戰爭 這個戰爭其實在歷史研究所很喜歡考 可是我們國家考試 既然從來沒有考過 這個令老師覺得很訝異 那布逆克戰爭是羅馬共和跟這個加太基城邦 經過三次的這個百年的這個戰爭 那加太基最後呢兵敗王國 那羅馬這個建立了寬地中海的這個 已經是可以講啦 是稱霸地中海的一個一個國家 那因為寬地中海很多人都成幫了 都跟他稱臣納共 那因為這場戰爭改變了什麼 這個羅馬共和的體制 他本來有一個自根農體系 就慢慢瓦解掉 後來有僱傭兵 職業軍人的出現 然後呢 這個 就開始產生平戶不均 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所以後來導致什麼 歷史上最有名叫做葛拉古兄弟的改革 然後這個很重要是十一軍東針 老師寫在黑板上的比較重要 你自己要記 十一軍東針一共考過兩次對不對 那十一軍東的重點是在他的影響 十一軍東的影響 後面也有啦 後面的文化交流裡面 也有提到十軍東針的影響 這個在九十四頁 這個在九十四頁 九十四月九十五月有沒有看到 這個你要記喔 十一軍東針的影響 這個國家考試考過兩次 那老師有提醒過 十一軍東的影響最大是他文化上的影響對不對 文化東西文化交流 然後呢 這個 這個西歐 這個看到這個東方 主要輝黃燦爛高度文明 加以吸收啦 然後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方言文學有沒有 這個方言文學從此以後進入到歐洲去 那歐洲慢慢發展出來 這個 一個新的文化風貌 那經濟上啦 政治上 社會的影響 九十四頁你要回去再看一次 然後接下來 蒙古西徵 蒙古西徵我們沒有考過啦 大概老師給你整理出來 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第二頁的櫻化百年戰爭 這個 西方歷史上櫻化百年戰爭 很多歷史學家給他說有兩次 那這一次的1337到1453的叫第一次 第一次的櫻化百年戰爭 你可以在 課本上把它注明 這是第一次 那第二次的櫻化百年戰爭在哪裡 在第十頁 有沒有看到第十頁 第十頁的櫻化百年戰爭 是從光榮革命以後一直到什麼 拿破仁戰爭結束 這段時期 英國法國兩個國家基本上是敵對 所以在英國歷史跟法國歷史上 也稱這一次叫第二次的櫻化百年戰爭 那個因為有一個同學寫信來問 他可能是考其他大學的歷史研究所吧 那個題目就問他說 這個第二次的櫻化百年戰爭是什麼 他忽然間認住不知道到底在講什麼 第二次櫻化百年戰爭是指光榮革命以後 一直到維也納會議 拿破仁戰爭結束這段時期 被稱為叫第二次櫻化百年戰爭 這個你要記得這是專有名詞 老師很擔心在將來考試的時候 如果真的是出現的時候 同學不要訝異 第二次櫻化百年戰爭 就是指光榮革命一直到 那破仁戰爭結束這段時期的 櫻化這兩個國家基本上是敵對 敵對 不管是領土之爭 海權之爭 殖民地之爭 商貿競爭 兩個國家都是死對頭 好 那這個請同學要注意 然後接下來第二頁 第二頁有殷西海戰 1588年 荷蘭的獨立戰爭 三十年戰爭非常重要 三十年戰爭 算起來應該考起來應該有三次了 陸陸續續來講它有三次 那三十年戰爭 那個同學 這個回去要把教材再看看 三十年戰爭考最多是它的影響 對不對 它的影響 第一個影響就是 這次的這個 宗教戰爭 使歐洲的政治 跟宗教分裂更為怎麼樣 嚴重對不對 那第二個呢 就是讓荷蘭獨立 荷蘭獨立 然後這個 受創最重的就是日耳曼地區 那這個變成了 分裂的城邦跟自由自治城 分裂的情況更為嚴重 國際形勢上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是西班牙的沒落被華國取代 對不對 這個你要回去再看一下 這三十年戰爭 還有另外一個是國際法的產生 列國制度 主權制度 已經形成 這個 三十年戰爭 然後路易十四的戰爭 七年戰爭 七年戰爭 1756到63 63 這個是英化 這個殖民地 的戰爭 可以有這樣形容 然後 後來英國取得勝利 克里米亞戰爭 這個我們上課有提過了 然後美國的內戰 德國的戰爭 德國跟義大利的戰爭 我們很少考了 德國統一戰爭比較重要 就是他的關稅聯盟 第三頁 最後 德國統一戰爭的關稅同盟 你大概要記一下 然後二土戰爭 接下來 比較重要是這個 第一次世界大戰 你要記起來 這個第一次世界大戰 他的導火線背景 還有他造成的影響 其實這個一次世界大戰 所造成的影響 我們國家考試也考過兩次 其實研究所很喜歡考這個題目 幾乎三不五十 就在台大 台師大 政大 陳大 中正這些 學校就出現過 因為一次大戰以後 這個真的對西方文明 影響會很大 國際政治 還有 這個社會經濟 文化上的影響 文化上影響 第四點 這個在第五月的第四點 這個文化方面 科學理性 進步觀念遭到質疑 然後呢 遭到批判 多元價值觀相對主義盛行 宗教信仰再度互信 民族主義跟社會主義盛行 這個影響是我們教材上沒有提的 你自己要多留意 一次大戰以後 這個民族主義 再度受到重視 還有另外是社會主義 當時候的這個惡共政權倦利以後 到世界各國 這個去傳播社會主義 尤其在1919年 列寧成立第三國際以後 社會主義 這個在全世界上蔓延 連我們在東方的孫中山先生 就有所謂連惡龍共 有沒有聽說過 這個政策出來 你可以看那個當時候的社會 共產主義影響力多大 那第五 第五月歷代戰爭 一次世界大戰 這個我們講過了 那一次大戰的這個 後面的意義跟影響 這個大體上 同學要留意 接下來第六頁 第六頁 這個冷戰 美二的冷戰 老師一直提醒同學 冷戰的開始是從1947年 對不對 你千萬不能寫1945 這個 前幾年 那個 我們的命題老師 也是越見老師 他在考見的時候 經常看到很多考生 二次大戰以後 就進入冷戰 這個話就有語病 對不對 冷戰的開始是1947年 一月的時候 希臘土耳其危機開始 西土危機開始 然後美國有杜魯門主義 這個是冷戰的開始 千萬不能寫二次大戰後 就進入冷戰 那個會 會有問題 這樣的論述是有問題 那冷戰期間 在第六頁 馬歇爾計畫 馬歇爾計畫你要看 有沒有看到 馬歇爾計畫 在最右邊馬歇爾計畫 好